春节快到了 民众到银行或者是ATM提理现金需求变多了 容易引起不肖歹徒的觊觎 玉里警分局就和银行合作实施自卫其房墙演练 不准动把钱交出来 只见歹徒进入恶性合作社玉里分行持西瓜刀含抢劫 要求将行员将柜内现金置于柜台 原来是玉里警分局共同办理金融机构的房墙演练 警方表示为了因应春节将至 民众至银行以及ATM提领现金需求增加 与银行合作实施自卫及房墙演练 一年前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实施房墙演练 一方面精进同仁的执行技巧 同时加强金融机构行员的处置应变能力 预有案件发生的时候 现场的行员应该保持冷静 同时尽可能拖延时间 四季报警 随后后勤指挥中心接获警铃连线通报 立即派遣玉里派出所原警赶到现场 侦察队协助封锁彩证 以及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 侦察队协助封锁彩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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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选定农历年节前无预警的情况下 实施房墙演练 一方面精进同仁执行的技巧 同时加强行员应变处置能力 也提醒民众有大额存款 或是长时间外出旅游情形 可以向辖区派出所提出申请护钞 警方会派员执行护钞勤务 以及加强住居所周边巡逻 以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让大家都能够欢喜平安过新年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